基隆路口30多輛機車 就卡位在機車待轉區 接著路燈起步後不執行 全部轉往中小東路 往市府方向待轉 大家看看對象 對象的車子都滿出來了 一樣等到綠燈後 機車族門再從中小東路 轉往基隆路口待轉 而氣勢越來越多 路人行走得戰戰兢兢 公車的動線也被卡住 目前兩批 目前兩批 對象的已經來了 另外一批已經到了 另外一批已經到了 週五晚間六點多 一群機車族呼朋引伴 在台北中小基隆路口 進行待轉區大風運動 尖峰時刻不停在 四個待轉區來回繞圈圈 甚至還一度 因為加入的車友越來越多 分成兩批人都在待轉 雖然交警也趕緊來支援 但整個路口交通 還是亂哄哄 直走的車子被卡住了 直走的車子被卡住了 兩批事是強制的嘛 在尖峰時刻 很容易造成滿出來的現象 不僅會影響車流的心情 還有可能影響到 轉彎還有行人 主要不滿國外汽車和機車 路權相等 但台灣卻不同 且政府強制要機車兩段 是左轉和帶轉 只不過有這種抗議的方式 有網友認為 根本是野蠻人的行為 也認為這些人準備找死 少數人霸凌多數人 恐怕這種直接在 大馬路上的抗議行為 也已經惹來不少爭議 記者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前 日子